各位媒體記者朋友們大家好 還有我們中市的長官 還有我們王大哥 非常開心 還沒輪到你出來幹嘛 還沒介紹你啦 奇怪啊 你剛入行啦 你哪一位啊你 耶 記者會才一剛開始 憲哥就當著各家記者 算了剛剛一句 明明是歡迎記者會 憲哥的話中 卻隱藏著濃濃的大哥姿態 各位好朋友們大家好 一起來歡迎康康出場 大家好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我是康康 今天很高興這個 中市的長官 還有王大哥的這個支持下 我再一次呢 入主週日八點檔 也打破了王不見王 這個傳說 康康一出場 不但沒有問候憲哥 還立刻回敬一句 王不見王 看來吃不一年的 那康康依然好不見頭 火力十足呀 不過我們這個 過去康康在我們節目裡面 確實啊 奉獻了不少力量 包括啊這個 很多單元都是因為我的收視率比較高 十字入口 你假的我在哪 不是 還有那個這個 當我們靠在一起 十一點多耶 你別忘了 你不是在上個禮拜聽說的還二點多是嗎 三個禮拜 稍微差了一點 所以今天找我回來 這實際上是怎麼 上個禮拜因為軍心比較煩散 不過這個好好加油 也別千萬不要忘記啊 就在不久前的三個月 康康的節目啊 本來六個 搞到最後只剩下一個 那麼目前我已經有三個人 那憲哥請問你現在剩幾個 本人在台灣有兩個 海外有四個 那麼康康的一個成長 我們也都看到 在我心裡面 你不要老是說什麼 自己是嘻哈滴他 你是在我心目中 是永遠的滴他 你聽到你的滴他 憲哥果然厲害 一句話就起重對手要嗨 諸子辛辣的內容 你能不能夠招架得住嗎 也非常 希望回來 我們可以拿這個金鐘獎 我們最佳的綜藝節目主持人 好不好 你會 今年不會讓你好像很傷心 那你知道不去 一直講桃子不好這樣 我哪有講桃子不好 我是說 我被說在那邊一直講 坐在中間很尷尬 幹什麼尬 我是我在海外 因為我是覺得公平的 但是我不能因為要算從你們 沒有沒有沒有 我講真心話 這個公平性 大家這個放在你們心裡面 但是我確實有講到一句 我說 但是至少 是我的好朋友得獎 我心裡面不問 康康好不示弱 立刻反擊憲哥 驚咚落敗得通 而接下來的嘉賓獻花 更是讓兩人在現場的氣氛 更加的凝重呀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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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 恭喜 謝謝 謝謝 我真的聽你很開心 我真的說實在 我真的非常欣賞康康 並不是因為她長得帥 而是她對我來說 她真的是一個很認真的藝人 是是是 喵可莉的獻花站台 雖然臭得康康而來 而不甘寂寞的憲哥 是 當然我覺得紅花要立業趁 你 你不是你不是立業 康康 你一定是紅花 康康這要好好加油 當永遠最快樂的大老二 那是啦 我們就是 憲哥 你覺得每次講一講 就會講到黃腔 這樣怎麼拿金鐘獎 我試試 我都被你影響 沒有啦 那你知道我過去 沒有拿金鐘獎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就旁邊一堆鬼啊 對不對 他們就引導到那獎 那有的沒有啦 兩人你來我王 分不往對方同腳踩 大家相輔相成 是啊 對不對 大家這樣為了老半天 還不是就是為了節目要收集 若求必分 分酒必合 你看周星馳跟吳夢搞 是啊 所以我做得好像是周星馳一樣 啊 憲哥就像是我們 等一下 等一下 他們兩個年紀比較小 也是周星馳啊 今天是記者會 你好像要來吵架 神經病 吳夢打 你像周星馳 你心也啊 你當不了嗎 我開玩笑 你知道嗎 就在兩人 持續就要爆發之際 第二位來賓登場囉 厲害厲害厲害 謝謝謝謝 謝謝 我就知道你看 從從一定會來看我們的 也則是周八班底的唐童勝 也孟空趕來祝賀 不知是否也有過在憲哥之下的 必卡心結 只把話獻給了坑坑 我今天真的要恭喜憲哥 又把一個能手找回來 因為大家知道 我去年有半年待在周日八點檔 但是因為有其他更好的發展 你就走了 他最近也是有別的更好發展 你就走了 那九孔有新的節目忙不過來 就真的不許離開這個地方 你怎麼還一直待著 你會不會要走 不是 我是屋主啊 對不對 客人你們來來去去 是OK的堂倉庫了 對啊 這個節目現在六年 憲哥見招才招 心中顧面有氣 自己獻花的卡 到底是閃逾發來的呢 接著下來就是我個人的緋聞女友 好不好 是嗎 一起來歡迎 林又麗小姐 嗨 大家好 哇 優莉 恭喜康哥回來做吧 恭喜恭喜